冲绳的阳光沙滩还有小鲜肉 这就是一个青春洋溢的海滩 烧掉了和没有被烧掉的知名经典 我的零钱刚刚买咖啡用完了 我现在不能 美酒 居酒屋 还有海鲜 这些都是冲绳给我们的美好想象 但今天我就要带着大家 用四天三夜的时间 把这些美好想象 转化为我的深刻印象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久不见 欢迎来到冲绳 我刚刚在纳巴的机场下机了 这次的冲绳四天三夜自由行 我决定向大家推荐几个 让我意外的住宿 寻找一些厉害的吃的 和一些会让人醉的 再用搭乘公共交通 还有参加一日游的方式 一起去体验冲绳那些最热门的景点 那我这次用的网络呢 也是选择那种四天赤道宝 极差极用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连接都在下面的文字栏 跟着告示牌走 再穿过空桥 我们就会来到 纳巴空港的单轨列车站 从这里大车只要15分钟 就能抵达市区 我今天确实是住在市中心 但是在check in之前 我要去一个对我来说 很重要的地方 大家可能不知道 冲绳其实是我2016年开启YouTube频道以来 上传第一支旅游影片的出发地 疫情后的旅游再出发 我为了追求自己的疑似感 选择又从冲绳开始出发 究竟这趟旅程又会带给我什么惊喜呢 其实我要去的地方从捷运站就看得到了 在那里远方有一家店 通堂拉面是在冲绳市区一家很有名的拉面店 这一家是本店 也是当时我人生吃到的第一碗 日本拉面 所以每一次我来到冲绳 都尽量安排这里成为我的第一站 进门之后先在机器上面点餐 你可以跟他们要中文菜单 但是我觉得其实看照片也看得懂 点完餐之后 会得到一张小小的票券 他们会收走半张 然后问你想要的拉面硬度 他们的拉面有分成两种 女人面是红色碗的鸡汤汤头 男人面是黑色碗的豚骨汤头 座位上有各种调味料 还有这罐辣豆芽菜 大家好像很推荐 口感跟口味 所以我就不会讲评了 但是是好吃的 室内空间我就很在意 你看它这间店也不小 这种好像水泥墙面的内装 搭配复古感很重的这种蓝绿色油漆 我觉得很有feel 另外一边还有包厢区 看着师傅们在你前面忙进忙出 这里作为冲绳旅行的第一站 我觉得完美了 四五年没有吃 还是觉得相当满足的嘛 现在吃饱了 我们可以去check in 我今晚要住的地方了 它在市中心 我刚刚在这里下列车 过了一个马路之后呢 在这里就到了 你如果从地图上面看 就会发现它就是跟国际通 平行过来这条街上而已 所以真的很方便 在这条街上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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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是为了追求一个仪式感 那时候我第一次来重神的第一个晚上是住了一间胶囊 但是那间可能已经倒闭了我找不到 所以这一次来我就心想好 第一晚我就先住一个类似青年旅馆这样的 然后明天再换另外一间 但是我以为会是那种一人一个小格子 然后很多人共享一个空间的地方 想不到 竟然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 而且还不小哦 有一个办公桌的地方 然后这里才是睡觉的地方 而且还有一个小小可以往上爬的一种二楼的感觉 有超越我的想象 你看我把这个床的灯打开之后 整个室内的照明就好很多了 打灯好很多 哇 而且你看哦 我手完全摊开来 我还碰不到两边 所以大概宽度200公分有吧 所以我相信这一张床 我躺平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有一个电视 那边还配有一个 耳机 还有各种各样的操作的按钮在上面 我其实很不喜欢住胶囊旅店的 我这次就是为了一个仪式感 真的还可以啦 但是住这种类似胶囊旅馆的地方 它的缺点呢 就是没有自己独立的 卫浴设备啦 所以呢 都要在外面跟大家共用 带你去看一下 以我一个这么洁癖的人来看 他算是很干净 过关 这个地方就有点像是 休息室 讨论室 交仪厅的感觉 然后你看这些柜子上面 统统都是漫画 下面有榻榻米尼 他旁边还有一个公共澡堂 比较隐私我就不拍了 这里我只是想要来住一个仪式感 但也没有想到到最后我竟然有一点点觉得 还是可以推荐住一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写在下面 你可以看一下 既然我人现在已经都在 国际通旁边了 我们来逛逛 现在时间是11点左右 国际通应该就算是整个冲城 那巴是最市中心最热闹 最多可以逛最多居酒屋的地方吧 不确定现在这个时间还有没有 我们去看一看 我点了一个这个好像是用醋腌制的猪耳朵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还点了一个饺子还没来 然后当然在冲城欧陵的剩啤酒是必须要喝的 饺子饺子 猪肉饺子 黑啤酒 我今天吃的是这个第九摊 但是这样看起来第一摊也蛮不错的 这里生意很好 我今天吃的是这个第九摊 有可能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我刚才走在这条国际通的路上 除了一些比较大的店还开着之外 其他的人真的很少 连喝醉酒的上班族醉汉都很少 但是我一直不断的走 直到我看到这个说社交街 下面就是在国际通这里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叫做国际通屋台村 反正这里呢就是有很多的聚酒屋 我刚刚你也看到了 我不免说了喝了一下 今天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明天继续 太满足了 哈哈哈 拜拜 昨天我跟你们讲到 我这个地方只会住一天 所以今天晚上会住进另外一间饭店 那距离这里其实只有一站 所以我心想我可能先把行李放过去那一个方向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会坐着这个monorail 在这个纳巴市区玩它最重要的景点 所以我就觉得买一张一日券就是刚刚好的啦 冲绳的单轨列车路线虽然只有简单的一条 但却完整的连结了从纳巴机场到首里古城之间 这两点的各个景点 其中位于路线中段 从县厅前到木制这三站之间 可以说是纳巴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 也是我这两天住宿的地点 买好的一日券 我现在要先坐一站到美宋桥 去把行李寄放好 好 所以你看我现在身上什么都没有空空的 我就只有这样跟一个手机 我就觉得我可以好好放松的 来进行今天的冲绳纳巴市区玩景点 我现在要从8号美宋桥 坐到15号首里 我发现他们这个一日券真的很够意思 因为你看我是今天早上9点48分买的 所以它可以让我一直搭到明天早上9点48分 这种才叫一日券嘛 顺便说说今天的天气真的是炸裂的好 太美好了 然后现在大概22度 我觉得就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旁边的花太多美啊 这些黄黄的花太多美啊 我们往前走 巧克力色的7-11 闻清了起来 我现在要去的地方就是那个之前烧掉的首里城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从捷运站下来之后 其实要绕一点点 再切入进去这个首里城公园 但是在看那个首里城之前呢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一整天都还没有吃早餐 还没有吃东西 所以我们先去吃饭 虽然已经快要早上11点 但我现在要带你们去的这一家 我的早餐 是被誉为第一名冲绳面的首里冲绳面 进去只等了两分钟后就有位置了 它中间那个吃饭的地方呢是满有feel的 但是人很多嘛 然后又开了旁边这个包厢让我进来坐 店里的气氛相当温馨 从木头墙面到木头地板还有木头座椅 我感觉旁边这排靠窗座的地方 是这家店的黄金位置 我被带到旁边的这个用餐空间 相对起来比较大 而且都是席地而坐 我觉得更有感觉 一边的窗户看出去是冲绳的蓝天 另一边则是小小的日式庭院 我点了一碗中碗的冲绳面 但一个不小心 斜眼瞄到菜单上有卖冲绳的欧陵啤酒 担心早餐喝这个会不会太夸张 但想想我人在冲绳 一切又合理了起来 冲绳面是一种在冲绳非常道地的传统面食 虽然名称叫做soba 但面条却完全使用小麦粉去制作 汤头一般选用猪骨或鸡骨熬煮 再混合柴鱼高汤后 搭配姜丝鱼板 还有最重要的三层肉一起吃掉 我个人不爱吃猪肉 但是它这个肉好吃哦 其实每一家的口味多少都会有一些不同 这家叫手里面的冲绳面店 是在去手里城的路途中必经的地方 我也是来吃个店里的气氛 吃完之后心情还是相当愉悦的 但不知道跟我们的欧龙啤酒 有没有一些关系 要早点来哦 你看现在中午12点而已 就排队了 刚刚吃那个冲绳面的地方 其实就在这一间文型7-11这一条小路 一直走进去就看到了 手里城市坐落在纳巴市区以东 一座琉球寺城堡 为15世纪到19世纪期间 琉球王国的王宫所在地 曾经也是来到冲绳必玩的重要景点 但是大家应该也都记得 在2019年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场火灾 而手里城最主要的建筑 有大部分都被烧掉了 即便如此 我发现很多人来到冲绳旅行 还是会选择来这里一趟 城堡园址也将很多 火灾之后的相框给保存下来 变成了类似博物馆的展厅 出于好奇 也为了圆自己一个仪式感 我决定今天就来探个酒精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它现在这个里面呢 在展示着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那个建筑里面的样子 可以看到当年这只龙的这个胡须 现在呢就直接下 这样子啦 好吧 我刚刚从大门口进来买了票到参观完 上到最上面就是刚刚的展望台了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说 如果你这次冲绳行程有点赶 或者是你并不在意它是怎么被烧掉的 你可以不用来 下一站 那就先这样咯 拜拜咯 还是期待你建好了好不好 建好我再来看你 但今天就先这样 下次见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种小房子 小街道 石头布道的话 你可能也会喜欢下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 下一站 我们从15号手里搭到9号的木制 我现在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 我也是第一次去 没有去过 叫做胡乌通 它其实是在那个国际通旁边而已的 然后我从这个站下来呢 大概步行8分钟就会到了 简单的说 大约在公元16世纪的时候 琉球的国王为了振兴陶瓷叶 所以把山落在各地的窑场 都聚集在胡乌 更简单的说 胡乌通是一条全长约500公尺 非常适合散步逛街的石头布道 从这里走进来还不到 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小间 然后很精致的那些陶瓷店 但是很多里面都不能拍 给你看看外面 看我今天会不会找到喜欢的东西 菩萝清幽的气氛之下 两边还设立了许多非常有特色的陶瓶店铺 如果再搭配像今天的这种好天气 就是最美好的参观时机 我刚刚给你们看的就是这一家里面超级无敌 所以有feel可以进去 这间店里面它拨着古典乐 然后旁边放着很漂亮的陶器 然后你可以坐在旁边那个小位置 喝茶吃蛋糕 这个可以哦 各位观众 我本来是要带你们来这个地方喝下午茶的 因为它有一个茶叫做泡泡茶 上面有一个像一座山一样的泡泡 可惜它今天周三休息 因为我查了一下 除了刚刚我跟你讲的那间咖啡厅 因为它只有一个座位 这个BukuBuku呢 它是这整条街上啊 唯一一家比较像咖啡厅的咖啡厅 那个泡泡茶喝不到 所以没有关系 但是这条路啊 我算是很完整的走过了 如果你是那种喜欢这种小清新的东西啊 喜欢这种氛围啊 喜欢老屋小屋子啊 你会很爱这里 可以 冲绳因为是个海岛地区 人们从事的各种活动跟海密不可分 因此很自然的 就产生了这座助力在海滩岩石上 守护着海跟人们生活平安 顺利的神社 好 虽然说来了很多次 可是来冲绳波上公还是要的吧 我的零钱刚刚买咖啡用完了 我现在不能 不错 波上公比较有名的御守有两款 一个是这个你看很有冲绳味道的红型手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两个小朋友的书包造型的御守 波上公之所以会叫波上公 是因为它在一个波上嘛 所以我们不免输的也是要去波看看 无疑这一定是整个冲绳最happening的一个海边 你看旁边有在卖啤酒跟烤鸡的啦 这里有在小鲜肉玩排球的啦 然后这里就是海边下面有人吹口琴 这个海景第一排的hotel,cafe跟bar 第一次看到 感觉这个位置可以哦 这就是一个青春洋溢的海滩 我喜欢 哇 最靠近波上公的站是6号旭桥站 那我们现在要往回坐 要坐到2号赤林站 我们现在来到靠近海边哦 老实说有一点偏 要不是我有一日卷 我也不会跑这么偏 再往前走大概3分钟就到了 吃饭的路上 哇 哇 来到海岛大家都说要吃海鲜的嘛 是不是 我就找到了这间好像很有名 然后吃海鲜很便宜又很好吃的一个冻饭的店 虽然有点偏 但是我有一日卷 我还是来了 然后它的内部是长得很 应该说布置的很丰富 然后大家都说要来要等很久 可是我来完全没有人 你看 可能是平日的关系吧 我点的是它的海鲜洞 就是所有海鲜都在上面 我不是很知道每一样东西是什么 反正你们就看图说故事 我觉得我这次来冲绳 吃生鱼片的扩大 全部在这一天 这一餐 应该就 出来了 我知道这个是冲绳的海葡萄 好像只有冲绳才有 是一种枣类 你看它一颗一颗的哦 吃进去里面会啵啵啵啵啵啵啵 然后里面就是那种咸咸 我觉得就是那种海洋的味道 哇好多年没有吃 我刚刚才说它没什么人 结果是因为我可能早一点到吧 刚刚6点15分之后 立刻全店都满了 然后我必须说非常非常的好吃 我差一点点 连我的啤酒都喝不完了 但是我真的把饭都吃光光 那我本来想要配那个冲绳的特产 泡胜的嘛 但是不知道是它没有 还是我看不懂菜单 没关系 我还是配了啤酒 还是非常的爽 那我会跟你说值得值得来 我觉得很不错 给你一个赞 来吧 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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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m tour 首先一进门呢 右手边就是梳洗的地方 这边还有一个茶水间 旁边有两个门 这边这个透明的门 透明的哦 这个透明的门呢 就是淋浴间 旁边这个小门不透明的 就是我们的厕所 这个门是可以关起来的 然后它房间的格局 应该算是非常标准的吧 就两张床两个睡衣 这边一个大电视 下面这个地毯长得像Burberry的地毯 嗯这个睡衣 并没有秀上我的名字 没关系啊 沙发 工作桌 窗户看出去 好像是日本航空的 办公室 然后现在7点36分 可以看到 还没下班 没关系 加油 巢穴饭店 其实是在冲绳地区 已经有好几家的连锁饭店 每一家的设计风格 都有一点小不同 但是都走 比较现代风上的设计 会选择这家是因为它才开幕不久 而且地点又在市区 走路就可以到国际通 如果晚上想要去吃个鸡酒屋 或者去冲绳最知名的夜店 都在步行范围当中 饭店资讯都在下方文字栏 这就是饭店的名称 如果你想要跟我住同一间房 你还是不要跟我住同一间房 比较好吧 好像有点怪 其实呢 我并没有什么东西要买的 但是因为这一集 如果叫做冲绳市区必玩的话呢 你晚上不去一个国际通 好像哪里说不过去 国际通是一条冲绳市区最热闹的商店街 这里从白天到夜晚都非常的热闹 哎哟楼上这里好像也蛮happy的哦 这里从餐厅到逛街到买伴手礼都非常适合 昨天有跟大家讲到 这一次呢 算是一个 疑似感之旅 之前啊 来到冲绳的时候 有喝过一个酒 这个是冲绳的炮肾 2018年吧 我来接案子吧 当地的人呢 就带我去居酒屋 然后我就第一次喝到的炮肾 就是这一个品牌的 隔了五六年之后 我终于又找到了这罐炮肾酒 就完美的当做我今天自由行的一个ending啦 非常非常非常的满意 明天还有一日游的拓药跟 今天太完美了 就ending在这里 好多的 好多的 说明天